高齡新時代 三好一巧都做到 你們的營養不用玩樂 大家好 我是怡芳 國民健康署呢 為了照顧高齡長輩的營養 特別邀請全國知名的主廚 來這邊教大家 如何運用質地調整飲食的技巧 在家裡也能夠製造出 讓長輩好入口又美味的料理喔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今天非常的開心能夠邀請到 焦溪老爺飯店的主廚 江壽德主廚 主廚好 我是來自焦溪老爺酒店 主廚江壽德 今天為大家來示範一道 在家裡能夠輕鬆準備 且四個全家一起吃的 翡翠芙蓉 迅菇卷 我們就來請主廚替我們示範吧 今天會用到哪些食材呢 有來自南山的高麗菜 還有三種不一樣的這些迅菇 加上蛋白質很豐富的豆腐 還有青花菜跟宜蘭在地的溫泉番茄 還有就是這些堅果 那一般的話呢大家都會認為說 這個香菇可能很難入口 可是我們藉由切割的方式呢 可以改變它的質地 讓這些長輩能夠更好入口 大概是一公分大小 所以在吃的時候就不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們還有杏鮑菇 杏鮑菇也是要切丁 這紅洗菇就先把它剝開來 在切割的同時的話 反正就是大小都一致 一方面好看呢 再來就是拌炒的同時呢 會比較均勻一點 這個是豆腐 一樣切成丁狀 南山的高麗菜 那這個烹調方式的話 因為我們要整顆下去燙 有一個技巧 這個芯呢要先處理 滾水才有辦法滲入到菜的中心點 所以就直接放在這邊 這個要燙多久 大概要十分鐘左右 藉由我們這個切割 它葉子會自然會散開來 接下來我們就再來煮這些 包高麗菜捲的食材的內容 我們一般的話 只用大豆油就可以了 這些迅菇其實有一個技巧 鍋子呢 它還是要保持一個熱度在 是 這樣在炒的同時呢 這些所有的迅菇呢 它的水分會含在裡面 它差不多這個時候呢 就大概可以放豆腐 OK 最後可以調味了 加一點點水 那增感如果分食的話 就是可以加一點高湯 了解 有一點水分 讓它稍微再熬煮拌炒一下 這樣就好了 OK 那最後呢 我們要起鍋前 加一點點奶油 那這個內餡的話 就有一股奶香味道 內餡就已經好了 是 高麗菜呢 燙熟之後呢 我們先經過冰鎮 讓它冷卻 粗梗的部分呢 要切割下來 那對這個長輩們 在吃的同時呢 也比較好入口 那現在我們就來包餡 這個是剛剛我們炒的這個 菇跟豆腐 這個大概寬度 這個 這一卷下來的話 就是可以大概切割三等份 那剛好就很符合這個入口的 這樣的一個大小尺寸 那在包的同時呢 這個有一點點小技巧 就是說稍微往後 對 稍微輕壓 讓它這個內餡呢 能夠很緊實 是 就不會說在煎的同時的話 就變得很鬆省 那我們薰菇捲已經包好了 那現在的話就來 藉由鍋子來油煎 讓它表面能夠上色 更有香氣 那這個鍋子裡面 放少許的油就可以了 那煎的同時有一個訣竅 接口處就先下鍋 讓它先煎 這樣才不會翻掉 翻開來 對 那這個煎多久 大概五分鐘 表面讓它上色 就可以了 要上盤了 依然在地的溫泉番茄 那切割的大小 當然就是跟內餡一樣 那樣的大小就可以了 花椰菜 可是花椰菜不是比較硬嗎 不會 因為我們經過汆燙處理過之後 其實它會改變它的質地 大家可以學學主廚這個pepper 就是先把我們的青花菜 先把它切成小塊 然後放到冷凍 要用的時候再稍微燙一下就夠了 然後那個軟度就會很適中了 現在我們要擺盤了 你真的把它切得很可愛耶 這個今天的主角 切的大小適合我們這些長輩們好入口 所以盡量能夠切割下來的話 盡量在三公分以下 那大家如果說不曉得三公分大概多少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教大家就是 我大概就會用我的小指頭 兩截的這個部分 這樣子的這個長度 大概就可以來做 最後再撒上一些堅果 那這邊也提醒大家 堅果是非常營養的這個食品 非常能夠提升長輩的這個身體的營養 所以大家也可以盡量用這個堅果入菜 那我們現在料理已經完成囉 今天到翡翠芙蓉遜菇捲 希望說在家裡能夠自己親手家去做 我相信這個美食的 自己製作的這樣的樂趣 應該是可以帶給全家歡樂的 歡迎大家找時間到焦雞老爺 來度假泡湯享受美食 謝謝 記得喔 每天要按照我的餐盤六口訣 這樣吃才可以營養均衡喔 每天早晚一杯奶 每餐水果全頭大 代比水果多一點 飯跟蔬菜一樣多 豆魚蛋肉一掌心 堅果種子一茶匙